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我是李志华 最近我常常失眠 有一晚我半夜三更起床 接着打开电视看 谁知道一看到之下 就黑得我整个蛋起 我以为自己撞鬼 时运低 后来再看一看 才知道原来是报道新闻 你猜我见到谁 我就是见到特朗普 见到他在电视方面又说话 我便奇怪 明明他已经卸任 明明他已经是败选 为什么又再出现 没可能是时光倒流 原来他在美国一次会议之中 发表谈话 根据霍氏电视新闻报道 原来特朗普在2月28日当日 他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中 发表讲话 这次的讲话 就是他 卸任以来 第一次公开发表演讲 在他这次讲话之中 他就带出了几项重要的信息 他也做了几项无耻的事 第一样 他就是继续讲大话 他继续洗脑 洗美国国民的脑 他就说 他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之中 他是大获全盛 为什么他到今天为止 都是明还不灵 都是重复讲这句 如果他是鬼 我们就会说 他冤魂不息 但他是生勾勾一个人 不可能他重复又重复 说一样错误的事 其实他是在做 美国政客最常做的事 就是不断将那些大话重复又重复 重复到他连自己都相信 不说你不知道 原来直到今天 美国国民的教育虽然很高 竟然有三成美国人相信 这个世界是平的 他是相信天元地方之说 你又说了 美国人是不是很天真 当然你都可以说 美国人真的很蠢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 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之中 竟然有很多人相信 拜登真是选举舞弊 骗过总统回来做 真真正正 赢到大选的 就是特朗普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 有很多人 继续盲目地支持特朗普 而特朗普也很聪明 每一次他的出现 都是第一件事 就是再一次说 他就是赢了今次的大选 好了 在今次的演讲之中 他做第二件事 就是踩拜登 他就说 在他在任期间 都是美国优先 但是拜登上任过几月 现在美国 就变了美国 爆尾 其实过去一直以来 美国都未曾试过美国优先 除了新冠肺炎 除了种族歧视 其他的事 美国一直都是 并没有优先 至于拜登上任以来 也不见得美国落后 美国爆尾 只不过 为什么特朗普 要一直踩着拜登 如果他不低扁 如果他不唱衰 他就没有机会卷土重来 好了 在今次的谈话之中 他还带出很多重要的信息 首先 第一点 他就说自己 并不会 是早新党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 他就是不想共和党分化 他就是想团结共和党 利用共和党在美国政治上的优势 在2024年将会东山再起 再次问鼎总统 较早前我已经有短片分析过 如果特朗普真是早新党的时候 其实 就好像台湾宋楚瑜一样 结果 宋楚瑜现在就做了台湾的废人 如果特朗普是早新党的时候 我就相信美国始终都是共和和民主两党 是轮替的 而特朗普如果去早新党参选 他本身来说 就会成为美国的废人 我估计特朗普的政治智慧都相当高 所以 他就向公众重申 他不会早新党 他更加要团结共和党 不会 分化共和党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去不早新党 就因为 现在来说 根本美国共和党就完全操纵在特朗普手上 甚至有人说 现在共和党就将会改名叫做特朗普党 又或者叫做侵侵党 当然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叫他做川建国党 为什么我这么说 原来 现在在共和党里面 那些右派人士占大多数 至于那些中间派 和反特朗普派 其实 只不过是极少数 以及 现在特朗普也正在改革共和党 据报道 原来 在特朗普在任期间 共和党的选民 增加了700万人 过去来说 共和党一直都受到工商界支持 南岭很少支持他们 而特朗普也改变了这个现象 据媒体报道 现在共和党方面 他的南岭支持率就上升了12% 至于民主党过去来说 一直都是南岭支持他们 但是 现在就下跌了7-8% 由此可见 特朗普对共和党可以说建树良多 亦都是因为这样 虽然他过去来说 做了很多荒谬怪弹的事 做了很多荒唐的事 但是共和党里面的人 原来大部分人都是支持他的 甚至现在是有民调显示 在共和党里面 支持特朗普 在2024年再次挑战美国总统宝座的人 竟然是多达75% 既然 特朗普在共和党方面已经是佔有优势 以及 根本他现在也是一直带领共和党 他又何必令早新党呢 所以他要向公众宣布 他就不想共和党中人分裂 削弱了他下届 问顶美国总统宝座 这个实力 另外共和党资深元老 麦康奈尔 较早前 他也是抨击特朗普 还有在国会山庄冲击事件之中 他也是批评特朗普 虽然在投票方面 他就是反对弹劾特朗普 但是他也表示 特朗普应该为事件负上责任 甚至应该负上 被民事诉讼的责任 但是 现在 麦康奈尔 竟然转口风 他就表示 假如特朗普2024年 参选 这个是总统 他是会支持他 只不过 麦康奈尔 有没有机会支持他 我们都不知道 自怕他 年纪大 机器坏 到时 都不知道 是有没有能力 再支持他 好了 在今次这个会议里面 特朗普还带出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 他就向公众说 他将会 是第3次击败民主党 为什么他会有机会 第3次击败民主党呢 画公仔就不用画出场 大家都知道他说什么 其实他就暗示 或者明示 他将会 就是 参加 2024年美国的总统大选 他将会是挑战拜登 或者 挑战民主党 以及他现在 仍然是信心爆棚 他认为 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之中 他将会是胜出的 好了 他在今次 卸任后 首次演讲里面 带出这么多重要的信息 其实他现在有没有在做事呢 他是有在做事的 以及 也很积极地去做事 除了 他现在重新再领导共和党之外 据报道说 现在特朗普已经组织了新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其实 在较早前 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特朗普已经成立了一个组织 叫做拯救美国这个组织 而且已经筹到几千万美金的款项 换言之 在拜登在任这几年间 他将会继续在政坛之中 阴云不息 在指指点点 而且 他也是现在 磨刀霍霍 他准备 在2022年 美国参众两院的选举里 特朗普就此言 将会重夺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 其实 距离参众两院重选的时间 是相当迫切的 还有年纪的时间 所以 特朗普现在 为什么要做出这么多的行动 他第一步 就是想达到这个目的 如果参众两院 他可以控制到的时候 拜登就会成为 批脚鸭政府 到时 他会利用很多影响力 令拜登不能施政 然后在2024年的总统选举里 他就会不断抨击拜登的政绩 不断抹黑拜登 希望从而能够重夺 这个总统的补助 至于特朗普的粉丝 到现在来说 对特朗普都相当忠诚 可以说是特朗普的铁粉 所以这次大家在电视可以看到 原来他的粉丝已经为特朗普 打造了一个金刚不坏之身 一个全金的数象 特朗普现在竟然 是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 其实在中国 那些得道的高增 他们原籍的时候 即是过身的时候 都有金刚之身 即是用金将高增 整个身体包住 我不知道特朗普的粉丝 是不是 明捧就暗踩 暗中诅咒特朗普 即是说他现在有金刚不坏之身 就可能是诅咒他 就快原籍 孤密论怎样都好 特朗普现在在美国政坛 阴云不杀 拜登去想美国再团结 这个好梦 我相信 真的会落空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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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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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